习近平主席已经向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之宴殿 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就莱希总统在直升级事故中遇难 表示深切哀悼 向穆赫贝尔第一副总统 莱希总统亲属 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主席指出 莱希总统就任以来 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 促进国家发展繁荣做出重要贡献 也为巩固和发展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做出积极努力 他的不幸遇难 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 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十分珍视中伊传统友谊 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方也对阿卜杜拉西洋外长不幸遇难 深表哀悼 向阿卜杜拉西洋外长亲属 表示诚挚慰问 事故发生后 中方向伊方表达了关注和关心 我们愿继续向伊方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协助 中方将继续支持伊朗政府和人民 维护独立稳定和发展 愿同伊方一道 进一步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